冰箱 冰箱 像这样子一块就可以做 那些炮弹他有一种一种 一种是823炮弹 是炸弹的 是会炮弹的 一种是 单打超过打打的 是先弹弹 是送弹弹的 823炮弹他是不是 大概打的是 是七萬九千公斤 阿鮮門戰士或被擔擾五檔 擔二十年 這樣可以擔擾一塊 一顆可以做幾隻四檔 那個主席刀嗎 我不知道 可以做六十八菜刀 一隻可以做六十八 這是黑白的 本來街門不能有照相機 照相機有關 你要打擾照片 除以說以前跟那個政府 那等一下我有拍到 不能沒有 你這個去哪裡收的 他站好 我們去問一下 會跳這個碗 火甲城 那現在還很多人收嗎 現在街門這些空地下面 都有炮彈 外手在挖 現在雷是在啟廚 十幾年前那時候 掃地雷挖得比較多 那個地雷清到地底下六公尺 它地層久了它變高 怕說地層久了萬一 吸塵到沙邊 人家以後蓋房子 爆炸 打地雞挖到 發以往萬一 清了十年喔 清了十年 因為清這個很慢 現在清乾淨了沒有 乾淨了 這邊已經無雷倒是一了 這脆的代表這個鋼石 它是紅鋼石 所以說你要控制它的硬度 怎麼看 你看它這邊會顏色一直在變 它會從這邊白色 白黃色 黃色 藍黑色 它會一直在脆 所以它這不同的顏色 代表不同的硬度 所以我們這時候 會把檔要先了解 就把檔去做什麼用途 然後再啟它給硬度 哇 這樣打金雞雞這樣 蛤 蛤 我為什麼會這麼亮 不要磨才是亮 蛤 所以為什麼我說要做給你們看 哇 可以磨這麼亮啊 金門以前是戰地 很多炮彈都在地底下 會挖出來 特別是前幾年喔 再掃雷 又掃出很多這種 這些金屬出來 後來發現就是說 因為金門觀光客多了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 用這個炮彈去做成大運 所以變成金門一個很特別的產業 那他們也是很希望說 過去那種炮彈橫飛的日子 好不容易現在有一個和平 政治上應該是讓老百姓 可以過一個安全的日子 抚欸 黃色帶對新鮮 他們蓬上太陽